吉他叫瑞鴻 吉他叫瑞鴻 他原本想學鼓的 彈吉他之後就學bass 我沒有跟過導師學過 有個教練 那是大家對自己的興趣 難命是指一些值錢 但又死掉死不了 就像Wire路 其實是一種對生存的信心 我希望我們都是一樣的 難命是一隊成立了半年的樂隊 全部都是十幾歲去到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跟其他樂隊一樣 音樂的熱誠令他們走在一起 他們畫的金屬音樂 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 是紫文化的產物 對音樂文化 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意見 Metal 你覺得大不大老 不大老 所以在香港 美國那些地方是沒有紫文化 香港音樂文化是一個小圈子 那些唱片公司的人喜歡聽甚麼歌 他們就迫觀眾聽甚麼歌 你唱K 這歌 受歡迎 流行曲榜 全部都是晴晴塌塌 你一人有那麼多亂神 好像每首歌都是一個舞伏出來 在陀螺盤裏面 永遠都是撞來撞去 都是在那個盤裏面 你不會去多款外面 好像組樂隊一樣 我覺得香港應該要給多些機會 年輕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根本政府一直都會擺放在這裏面 你看到很多屋邨也有些台 但他們根本站在那些位置 你搞這些表演 基本上一定會被人偷走出來 真的 他不會站出來說 支持年輕人加Bang 沒有 我試過想散Bang 即是不想再跟那些人加 每個人都沒有心 那段時間 因為一直都找不到結他手 原本打算放在音樂 但是經歷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了 人缺少了一些東西 然後那個就是音樂 雖然你那隊Bang散了 是沒有了友誼 但是你仍然的心裡 都存在音樂 因為音樂是我的興趣和夢想 我覺得人沒有興趣和夢想 又不是一個完整的生命 我不想每個人的人生都是 我做事是為了吃飯和賺錢 結婚 買樓 不知道你信不信 農媒 農媒了那麼多年 才有得做人 但是做了人之後 你又要為了上班 不停不停不停地做事 做事為甚麼 為了買樓 很格式化的生活 我覺得人應該是這樣 香港從來都沒有生存過 都沒有生存過 都沒有生活過 夢想是人都有 就是因為覺得不可能實踐 所以放棄 就繼續做事 為何現在Tonic Color 這些樂隊會開始冒起 因為他們都用力 不要只看到他們成功的一面 覺得他們很羨慕 為何他們會成功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就是要改變自己思想 第一步 然後再努力 我們要去感化更多些人 去改變香港 當十萬人又感化十萬人 那時候 我希望真的有一天 香港會變得 每個人都滿意一個特首 不會有人出去遊行 對 每個人都可以 自小做英雄靠你了 多謝 每個小時候都可以 每個小時候都可以 給予此包容 那個心出來 如果跟我死之前 那天前 那天晚上的鞭 我覺得去美術 好